小胖子家里的近乎线有两条 这两条线可大不一样 红色的线叫做火线 有时也叫端线 另一条黑色的线叫做灵线 与大地相连 我们知道家庭电路的电压是220伏 这个电压其实是火线和灵线之间的电压 由于灵线和大地相连 也可以说220伏是火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 而灵线和大地之间呢 其实没有电压 在连接家庭电路时 这两条线可不能乱接 但是火线和灵线连到家里以后 一般会埋在墙里 只有两头露得出来 那应该怎么区分它俩呢 直接用手摸肯定不行 这时候就要用到一个神器 试电笔了 试电笔看起来像一把螺丝刀 中间是绝缘的塑料外壳 来看看它的内部构造 试电笔的两端都是金属 可以看作导线 中间有一个电阻和小奶管串联 奶管里充有细薄的奶气 当两侧电极之间的电压达到一定值时 奶气可以导电 有电流通过 奶管就会发光 根据这一点 就可以区分灵线还是火线了 用笔尖接触备侧的导线 如果是火线 火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是220伏 电流经过笔尖 电阻 奶管 金属帽 通过人体流向大地 奶管就会发光 如果是灵线呢 灵线和大地之间没有电压 也就没有电流通过 奶管就不会发光 这样就可以区分是灵线还是火线了 不过需要注意 如果只用手抓住外面的塑料外壳 即使笔尖与火线接触 电流是不能通过人体流向大地的 这个时候 奶管并不会发光 所以在使用时 需要用手指按住测电笔上的金属帽 保证电流能流到大地上 这样奶管才会发光 当然 手指不能直接碰触前面的笔尖 否则就相当于直接和金属导线接触 有触电的威胁 咦 那用手指按照后面的金属帽 是不是也会触电呀 少年 你想多了 测电笔是肯定不会电死人的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电阻了 这个电阻和奶管串联 组织很大 约有100万欧姆 即使有220伏的电压 电流依然很小 这么小的电流通过人体 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啦 别说危险 其实连一点感觉都不会有 你可就放心吧 总结一下 家庭电路中有两条线 分别是火线和零线 根据测电笔的奶管是否发光 就可以区分它们了 不过使用时 手指一定要按住金属帽哦 你学会了吗 呵呵 我不是在有什么地方 我只是需要 我只是用身理的 复物 加速那些反面 就行